关山警分局陆野分住所 19号晚间受理一起协巡人口案 警方获报之后 立即进行搜寻 不过并没有找到人 20号上午呢 远警吴文彦她发现一件陆导事故时 经过比对 发现这个陆导人就是被协巡的对象 赶快通知家属和救护人员 首先经过诊疗之后 没有大碍 也由家属带回家 19日晚间10点15分左右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陆野分住所 向警方表示 患有婴雅的婆婆 说要去找朋友后 直到现在还没返家 警方受理后 随即发动所内的同仁进行搜寻 但却没有找到女子的婆婆 20日下午 分住所接获有民众陆导 警方赶紧现场 并核对陆导人身份时 发现就是黄姓女子的婆婆 随即通报家属 以及救护人员来到现场 所于前19日20.20.15分 受理林姓阿嬷先寻人口案 随即发动所内同仁 并通报本分局各所协助长 但均找寻未夥 20日16时16分 远警接获110通报 前往处理阿嬷陆导事故 却发现陆导者就是被携寻的阿嬷 在等候家属及救护人员期间 警员吴文燕 一直握住阿嬷的手暖心安抚 让她安心等候 索性阿嬷精诊疗后 打爱并由家属与安带人 索性最后成功找到黄姓女子的婆婆 平安地结束了这场警魂祭 而关山警分局也呼吁 如果家中有长辈的民众 务必随时注意长辈的动向 如果发现长辈走失 可以就近向邻近的分柱派出所 向警方寻求协助 继续成绩的营路也相报导